画面上市基隆市113年模范儿童表扬大会 共有一千多位的公司立国小及公立幼儿园的优秀学生接受表扬 市长谢国良亲自一一颁奖并开心地和孩子拥抱 给予小朋友鼓励和肯定 更感谢爸爸妈妈的用心养育和教育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同学你们都是最棒的 因为你们的家长都是最棒的 非常尽心尽力地把大家从一个小baby培育到现在 变成我们基隆市最棒的儿童代表们 小孩爸爸在这边非常的感激大家 我们今年一共有1023位优秀的学生 获得这样子的殊荣 我们本市模范生有最佳人员奖 才艺高手也有热心助人的孩子 所以这个多元面向是相当的完整 那也破除大家过去就是以治愈 为唯一的模范的标准 每一次的努力呢都将成为未来成就的辉煌 我们希望孩子在学习的路上坚持不懈 一定会换来美好的成果 颁奖现场许多亲子一起来参加 获奖的模范生也分享自己的学习过程跟心中的感谢 获得模范生那个奖然后很开心 我很喜欢爬山然后我现在都是喜欢收集百院 然后就是喜欢在爬山然后最后到打山顶的感觉 就是要坚持然后就是坚持努力 然后最后就会很开心 我就觉得说有这个机会也很感谢学校的 这六年的帮忙跟栽培 那因为其实学校它是相当多元的 所以各个活动都很支持带领孩子去参与 那老师投入的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的孩子其实在课程中 比如说他们的自主学习 他们的户外探索课 其实老师都非常的用心 那孩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做简报啊 团队合作啊 然后其实有很多很多票托传统课程的一些学习 就之前我们女童群有去参加一个科普活动 就在那个火车上 还有带我们做实验很好 谢谢六年来的导师和可认老师和校长 市长谢国良说 市府也将持续推动各项政策 和家长们一起来照顾基隆的孩子 我们在四月份有一个叫做基隆亲子照护平台的一个line act 也即将要开办 开办后呢 孩子们在晚上的时候 半夜的时候 如果有不舒服加入了这个line act 我们有线上真正的医生来协助各位解答 看是半夜给一些建议是否要送医院医疗机构急诊 或是等白天到你们所约定的诊所去看医生 这些对话资料讯息都可以传到这些诊所去 所以对于家长半夜担心孩子的健康 会有一个很具体的帮助 再加上我们今年的四月开始 我们的安乐区 我们的暖暖区跟仁爱区的室内儿童乐园 也将陆续开幕 将提供家长跟孩子们更多元的学习 生活跟居住环境的一个配套 我们今年的童话艺术节 再过一阵子几个礼拜以后 四月份就要开办 也有一系列很棒的活动 希望各位家长跟同学们 到时候在这个美术馆附近周遭 都可以感受到 我们今年童话艺术节 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模范儿童表扬大会安排了精彩的演出 市府也安排专业摄影拍照 制作成特别的相框照片 作为儿童节礼物 记录下感动的这一刻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导